我们来进行S3Extend工具的安装 根据新北施孟晚天地Vlog这篇文章 我们到下载点 下载Linis的版本 Linis的版本 下载下来之后它是一个ZipTown 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里面就会有安装程式 这一个 那我们需要安装这五个 那目前已经有Adeno ID了 那我就先把它移除掉 好 好 好 都翻譯 好,我把Arduino IDE移除掉了 重装 这五个都是未安装的,首先安装python 输入密码 它会去网路上下载python3.8 这个版本下来,进行编译再安装 这过程会比较久一点点 我个人也认识过用APTE的方式安装过 我安装完执行起来 有时候会有一点,算是不同的状况产生吧 所以改用编译的方式来装 那就稳定多了 所以我就采用这一个方式来安装python3.8.0 那要经过一小段的时间等待 这过程会比较久一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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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目前在編譯 我們在安裝過程需要 Athuna ID 這個是離線版的 Squatch 3 這個是 Alan寫的S3Extend 這是我寫的 圖形畫介面 整合 方便你使用S3Extend的工具 這五個程式 那其中可能會比較久的 就是一個Python Sund安裝 還有S3Extend 因為它需要 安裝網路下載比較多的 套件 這兩個會比較久一點 在一起 可以用在一起 勞力盜 那個會比較多的 方便 不可以用 就先往下載 Athuna 發生 有 那目前都可以做到你几乎不太需要再输入其他的指令 就可以把这些选项都安装完 好 经过一小段时间的等待 我们已经接近安装完成 好 安装完成 确定 这边没有显示出来 你可以先关掉 再重新执行一次 那我们就看到PiZone 3已经装完了 那接下来装Aduno ID 一样输入密码 那我们会把Aduno 1.8.12的版本帮你装上 那Aduno是我们烧入UNO版的硬体要用到的 再来装离线版的Squatch 3 好 闪一下就装完了 很快 那S3 S10的安装 那它会用Pi装比较多的套件 那都需要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上网的速度也牵扯到它下载时的快慢 没关系 还在上载时的快慢 soll中学习佛在石码的下载后 只能完全追出我的安全 是下载吗 那这个比较低下载你 在金城的上载时的快速 加上载时的快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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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 三下载时的快速 然后,就是大致还你 我们一样经过一小段时间的等待 那很快会接近它安装完成的时候 安装完成它会告诉你已经装完了 再来装S3StandTools 这是个人写的小程式 好装完了关掉 重新自行一次是不是有没有装完 都有装完 那我们这个工具程式算完整装完 那我们在使用上的时候 然后你在这里面输入S3 就这一支StandTools可以用 那安装过程就介绍到这里